印刷机在白色T恤上 印着川普遇刺后握拳的经典画面 这是中国大陆广东一家成衣工厂 中国大陆的电商服饰老板 大赞川普真的有流量 比明星艺人更有吸引力 除了服饰售价约台币40多到100多 还有川普的周边商品 价格落在近台币300到1300不等 但是新鲜热度没几天 根据BBC报道 这些川普枪击T已在中国电商下架 原因不明 BBC指出中国网络控制严格 只要被认为涉及敏感内容 很容易被删除封禁 还有电商认为 中国大陆经济衰退 社会力气重 恐怕让社会动荡风险大增 川普一言一行 受到中国大陆民众高度关注 BBC点出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 还昵称川普是川建国 暗指川普任内跟盟友国家决裂 反而有利中国崛起 如果川普重返白宫 并落实他曾说过 对中国进口商品 克征60%以上的重税 润银分析将导致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减半 可能减少2.5个百分点 以及人民币贬值5%到10%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